初三十三二十三,两口子吃饭发门关,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,老头子一怒追的四川,老婆家里头算了一挂,伤财惹气,陪盘尘,谁让他追的,这直当欧这个气嘛。 今天呢,我说这段单口相声,这段呢,叫官场斗,这个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,什么时候,清代,那么这个清代说谁呢,说我们那个当家子,就是那个刘庸,过去啊,什么这个唱戏啊,乾隆下江南啊,说的那个刘庸啊,刘罗坤啊,哎,就提他,那是你当家子吗,过去。 过去呢,都爱面子,怎么爱面子啊,人要一说呀,这个人有名有姓,我就往上认,有人一问,这个什么,想当初盲党山,斩蛇起义,汉高祖刘邦,你认识吗,啊,那那我们当家子,当家子,过去就这套,刘备呢,那那也是我们当家子,也是当家子。 清代的刘庸,他不是有学问吗,做大官,那我们当家子,有人要一问,那法门寺的刘彪,那同性各宗,不然我就躲开他了。 这个刘庸啊,就是清代乾隆年间,他是一个中藤,汉中藤,文化殿的大学士,他这官可大了。 赤丰三千岁,太后育儿甘殿下,见官大一级,就这见官大一级厉害,怎么叫见官大一级啊,甭管呢,对方那官多大,他要见着,也比那大一级,见官大一级。 这怎么意思,这是太后疯了。 看他干嘛,看他这个,因为这个,他父亲老中藤刘统训呢,有三个儿子,为了国家事啊,炸了俩儿子,各炸道里炸了,就剩他了。 那么他呢,他父亲还要炸他,他打这个,大清门这儿跑进去了,跑到宫里头,昆宁宫,给太后跪下了,太后认得甘儿了。 后来,封为见官大一级,就甭管对方官多大,他见着都大一级。 在这个清代乾隆年间,乾隆啊,最宠爱的,还有一个人,谁啊? 和珊,和世龙,这个和珊呢,他是一个满中的,刘庸呢,是一个汉中的,都是文化殿大学士。 这两个人呢,刘庸啊,学问好,有这个真正的财神。 说这和珊呢,和珊没那么大学,他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呢? 哎,因为这个乾隆啊,宠爱他,要凭他那个资格呀,做不了那么大官。 你要不信,您看看清史,什么清宫十三朝也好,东华路也好。 您看这些书,在乾隆年间抄和善家的时候,那个抄到很多东西,都是大内的东西。 大内的是皇宫里,甚至于比宫里的东西还多,也有说他偷出来的。 反正到那时候,因为这个乾隆死了以后,这才抄的他。 抄出来呢,这个很多的东西,就说他偷的。 那么也有的是乾隆给他的,最这个宠爱的。 所以他没那么大采取。 这两个人呢,这个刘庸呢,有真正的学问,和珊没有学问,他也做那么大官。 这个刘庸呢,就有点不服。 不服怎么样呢?乾隆啊,他宠爱和珊呢。 哦,太后封这个刘庸,见官大一级。 那一下和珊糟了,其实两个人都是中堂。 怎么办呢? 有嘞,你不是刘庸吗?你不就见官大一级吗? 我给你找个婆婆,让人管着你。 有一天呢,这个刘庸上殿。 乾隆呢,高兴的说。 哎,刘爱卿。 头两天,太后的万寿,你到那去做寿,啊。 送了很多的寿礼,还送了好些个吉祥话。 那么太后十分见习。 命朕当家封于你,朕本当家封于你,怎奈你官至极品,无法再封。 你这官到家了,见官大一级还怎么封呢? 现在呢? 因为太后遗旨,朕当也不敢违抗。 现在封你为八旗副都统,赏贷双眼花灵。 八旗副都统。 干嘛这样呢? 你是一个汉官,封你为八旗副都统。 多大荣誉。 可是啊,那个和珊呢,是八旗的正都统。 你不是见官大一级吗? 这回你见着他,你打不了了。 他是正,你是父。 就这样。 刘庸呢? 协助隆恩。 下电子。 刘庸回到家一琢磨,不是滋味啊。 啊? 我这见官大一级,给我找个婆婆。 他呢? 八旗正都统,我是副都统。 有什么事得问他去? 给他递手摆。 那反不上。 嗯。 想个主意。 想什么主意呢? 让这和珊呢,得怕我一辈子。 夜里该睡觉,他不睡觉。 躺在炕上查账。 查什么账? 不是真账账本。 这个刘庸啊,有个外号。 外号叫什么呢? 叫刘三本。 什么叫刘三本啊? 他肚子里头有三本坏账。 竟是憋坏的坏主意。 哪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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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 刘三本。 哎,他能看上这么一查,这刘三本。 查来查去。 第二本,第七篇。 第六趟,有这么一趟坏主意。 明天我就这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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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。 哎,后天我那么那么那么办。 大后天我再来这么一回。 得。 就让这和珊怕我一辈子。 他真能变坏主意。 打了第二天早朝。 大伙儿在这个朝房后旨。 有这个奏师处起奏。 起奏师怎么起奏呢? 站在这儿这么一喊。 圣上传旨。 有本出班早奏, 无本卷连朝散,请假皇宫。 这叫起奏了。 打这儿呢? 这个哪个大臣? 陈某人某人有本。 这说, 选某人某人随旨进殿, 这才进殿。 再上殿。 第二天呢, 这个奏师处呢? 这么一传旨。 圣上传旨, 有本出班早奏, 无本卷连朝散, 请假皇宫。 陈刘庸有本。 一说刘庸有本。 奏师处这么一听啊。 奏师处也恨这刘庸。 都知道他叫刘三本啊。 还不是净肚子里有三本坏账。 因为他的事情多。 每天上朝, 有事没事, 起码他得揍三本。 所以奏师处一听, 得, 刘三本来了。 准知道头一本是他的。 皇上一听呢, 也知道头一本没别人, 准是刘庸。 选刘庸随旨进殿。 刘庸上朝时候怎么走啊? 有规则。 清代做官的, 得这样。 双手捧朝珠, 低头看二扭, 买方部亮靴底, 一步三摇。 要怎么, 您看在清代时候, 有六大部, 兵行公立护礼。 礼, 礼就是礼部。 外省官, 什么什么这个, 四品皇堂之府, 七品之县, 这些要进京见皇上, 没那个事情。 除了有特别的召见, 让他来了, 先得到礼部里头, 沿礼。 沿礼就是, 你见皇上怎么跪, 三跪九寇, 怎么磕头, 怎么行礼, 一点都不能错。 你跟皇上问答, 老得记着这个, 双手捧朝珠, 低头看二扭。 那你要把这忘了呢? 忘了就糟了, 不低头看二扭。 皇上一跟说话, 啊, 这叫什么, 仰念弑君, 有意刺亡杀将, 这就砍了。 就这么大罪过, 低头看二扭就干, 老记着这个诚。 怎么说话, 也别跟皇上对眼光, 也不能偷着桥, 偷着一桥, 有意刺亡杀将, 就这么厉害。 卖方部亮靴底, 一步三跤, 是上朝的时候, 走路得卖方部走, 靴底得亮起来, 高抬脚, 就这个样子。 一愣, 真这样走啊, 要不怎么清代, 做大官的, 他身上都没柿子呢。 有意全抖腾, 现在, 他已经抖腾了, 就在这上走。 这一说, 刘庸有本, 选刘庸随止进殿。 刘庸随止进殿, 刘庸随止, 哆嗦这就来了。